我们要想打开太阳轮 需要一把生命的钥匙 那么要得到这把钥匙 这样的一个形状就是这个钥匙 一定要用自己的左眼睛和右眼睛 然后在天幕这个地方 再加上松果线体里的光聚在一起 然后送到体内去 到自己的总根 然后穿把钥匙才能够真正的拿到 但是在西方他们比较重视这个是生命的钥匙 生命的锁匙 那么在生命的锁匙里面这里有一个水底庄的形状 也就提示我们要回去这个部分 这个像所持的形状的这样的一个一滴眼泪 实际上它就是我们的松果线体的一个形状 所以修炼的第一步要用左眼右眼天幕的光 进去刺激自己的松果体 静坐的第一步最重要的是激活松果体 因为只有激活松果体我们这个月亮才会显现出来才会亮起来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在这种情况下 天空在前面我们的月亮才会显现出来 然后我们才能用这个月亮下去自己的 刚才说的男的前连线里的子宫口去点火 独狗是没有这个火升起来是不可能是太阳真正的显现出来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所以在印度释迦牟尼的智慧教学体系中 它把我们的那个原始的那一点光称之为大日如来光 所以当我们释放出来的时候 比我们这个天上的太阳还亮十万八千倍 所以是静坐不要去只是坐在那静静睡觉不是这个样子 那静坐一定是要学会刺激松果体的方法 NatureFact Meditation is not just sit down there doing nothing or just relax NatureFact you need to first stage to go into the activation of the Pinablet 就是这个天下的太阳 所以我们这个天下的太阳是不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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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所以我们这边就能够去见到的那个方法